《孟子选读讲座》 各位前选大家好 很高兴又来到孟子选读讲座 今天第21讲 我们进入到《黎楼张巨上》的三章 首先是先王之道 孟子曰 《黎楼之名公书子之桥》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诗旷之冲不以六律不能证五阴 姚顺之道不以仁证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散桥比喻 黎楼是皇帝时期一个目力很好的人 耳冲木鸣嘛 眼力这么好 它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能够摆布之外 看到秋豪之末 秋豪就是像鸟类啦 秋天它身上开始长豪毛 那么到冬天这豪毛就是变成羽毛了嘛 就能够给它冬天来比较温暖 那么秋豪秋天刚长成的豪毛 秋豪之末那就非常维系啦 摆布之外能看到这么维系的豪毛 这就是《黎楼之名》 公书子也就是鲁班 一个能工巧匠 黎楼目立这么样的名 公书子鲁班的手艺这么样灵巧 但是他们还是要藉由工具 就是规矩 所谓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有了圆规那么去发圆 有了方举就是尺啦 来画这个方正的东西 那就可以藉由规矩画得很方正 很圆满 再来诗矿之冲 诗矿就是他的听力非常的好 一个很杰出的音乐家 大约在孔子那个时代 诗矿的冲 他的听力这么好 他音乐素养这么高 他还是要借着这样的工具 就是要追寻了一种音乐的规律 以六律来证五音 五音就是工商觉子语 当然这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乐理 现在来讲我们就是 ドレミファソラシト 也就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 他听力这么好 他还是要借由音乐的规律 来端正这个五音 来校正这个五音 整个说下来就来到了遥顺之道 先王之道遥顺都是圣人 圣人自理天下的大道 是推行仁爱的政治 如果不行这个仁爱的政治 也不能够达到自理天下国家 一种天下太平的这样好的一个结果 各位前整个我们有没有看到 孟子平铺直叙 威威道来 从梨楼之名 公书子之巧 从诗矿之冲 再来引申到遥顺之道 都告诉我们 都要应循一定的规律法则 既有人心人问 而名不批其则 不可法于后世者 不行先王之道也 那么光有人爱的存心 也有人爱的这种名誉 那老百姓有没有受到 这个人证人爱人心人文的恩责呢 老百姓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恩责之加批 那既然没有真正人爱百姓的这种恩责 那也就不足以法于后世者 不足以让后世所效法 那是什么原因呢 有了人心人文还不够吗 是的 还不够 还要有仁正的施行 不行先王之道也 如果行先王之道就是会行仁正 就是光是有这个存心 光是有这样的生育还不足 要有真正的作为 古曰 图善不足以为正 图法不能以自行 这两句也常常被引用 善可贵 但是图善不足以为正 你还是要真正的一个政治的 这个人证的施行 才是真正产生一个效果出来 才真正才让百姓 受到这个仁正的恩责之加批 图法光有好的法度 光有法度还要有执行的人 图法不能以自行 所以为正还是在于人 诗云不谦不忘帅由旧章 也就是谦就代表过失 不忘就是不忘前人的这样的一个风范 就是要帅由旧章 就能够达到不谦不忘的一个好的结果 尊先王之法而过者为之有也 所以在崇尚先王之道 要依循遵守先王之法 依循遵守先王之法 而有过失的为之有也 这是孟子对于先王的法度 的一种肯定跟推崇 那读到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人 也会打个问号 时代在变 潮流在变 难道都依循旧章 帅由旧章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可能我们也会觉得说 这样会不会太过于守旧 使古不化 后学的体会 道中常讲的修道的古老化 帅由旧章就是那一份的精神 那一份法度的精神 礼意的精神 这个是要帅由旧章 这是不可以变化的 这就是不变的理 但是时代在变 潮流在变 我们也要循着这个时代眼镜 用契机的方式 就办到科学化 不能够始古不化 所以所谓的理有不变 事相却是千变万化 那么有一句话讲 以不变来应万变 这一句的意思 后学的体会 以不变的理 来应对千变万化的事项 能够守住不变的理 应对千变万化的事项 就能够充容有余 但是如果不能够紧握住 抱守住这个不变的理则 那就会被千变万化的事项 拖得团团转 所以帅由旧章提会到 要遵循的是先王法度的不变的理 那个精神 那个真实意 认理归真 理是真实永恒不变 要认准 那归于这个真实永恒不变 那不管事项怎么变 我们都能够守得住 修到古老化 办到现代化 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延续下来 所以并不是这个帅由旧章 我们就变成死骨不化 千万也不要落入了 就好像固执不通 守成而不能开创 开创于守成是相互为用 圣人既节目利焉 聚之以规矩准神 以为方圆平子不可生用也 圣人节目利 就是用眼利 用了全力在眼目利上 那这样就够了吗 有这一份用心 用捷径目利 已经用成了 祭之以规矩准神 那么有这一份心 再加上好的规矩作为准神的话 那么这样来画方圆平子 就不可生用了 这样就是可以发挥的淋漓净智 聚节耳力焉 聚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生用也 用尽的耳力也用成在听上面 但是如果还能够继续用这个音乐的规律 六律来校正这个五音 那这样在音乐的花辉上 也就不可生用也 祭节心思焉 祭之以不忍人之证 而人父天下矣 那自国理政来讲 捷径心思 怎么样来推行这个人证 那么人证的法度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证 能够发挥的淋漓尽智 而仁德覆盖于天下百姓 天下苍生 这边孟子等于把圣人治国理政 这个道理给他重点 给他延伸出来 给我们归纳出来 故曰 围高必应丘陵 围下必应串则 要顺应行事 那么你要建高台 那就用第四比较高的丘陵地 上面来建高台 这也用了第四之变 那么你要建这个人工湖 湖、河、运河 那也要顺着这三川行事的川流水泽 应寺 顺应在下面的地方来挖这个湖泊 挖这个河川 这个就是要顺势而为 那为政不应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那治国理政来讲 如果不应寻的先王的人政 先王的一个大道 那这样有智慧吗 也就是明明有先王之道 可以顺势依寻 如果我们没有依寻 那这算有智慧吗 当然没有智慧 智者会握机而行 顺势而为 他就是顺应这个行事 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是以为人者一再高位 所以归纳来讲 就是一个仁德者 那他适合在高位 有德 有这个位就是匹配的 否则德不配位 缺少这个仁德却在高位 不仁德者而在高位 那结果呢 他的不仁德就是会为恶于众人 是波及恶于众也 那这样会为害天下 上无道奎也 下无法守也 朝不信道 公不信度 君子犯义 小人犯行 国子所存者信也 当一个国家 上面的领导 他没有一个领导的风范 下面的人也无法可以遵守 上梁不正下梁歪 朝廷这些上位者 根本不相信大道 工人 世农工商也不相信这个法度 君子上位者犯义 做得不正当 那么小人犯行就违法乱纪了 这样子上下都是脱续的状态 那国家如果还能够存在 就是很侥幸了 顾曰 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 非国之灾也 一个城堡 城郭 建设的没有那么完备 这个国防武器 兵甲 并不是准备的很多 这个还不是国家的灾害 田野没有去开辟 货财没有去聚集 这也不是国家的一个缺憾害处 那国家的灾害在哪里呢 就是上无礼下无学 贼民心上无日也 上面没有遵行礼义 下位者也没有所学可以依循 那上下都是脱续 上下都是无礼无学 那贼民心 就大家都不是良民 而是违法乱纪的贼民 那这样整个各社会 国家社会就动荡不安 这个上家亡国呢 就是指日可待了 不久就会 就会上这个国家了 十曰天之方觉 无然意义 意义就是踏踏的意识 四君无异 进退无礼 言则非先王之道者 由踏踏也 故曰 责难于君为之功 臣善避邪为之敬 无君不能为之贼 引用了诗经的一段话 就是天之方觉无然意义 天之方觉这个觉是动的意思 也就是当我们治国理政不可天理 那这会有一个天怒人怨 这样会造成一个社会国家的动荡 意义就是踏踏 就好像大家就是这样子纷纷乱说 就是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状态 不要这样子纷纷乱说 其实也根本不必去说什么 所做的一切自然逃不出上天的规律 当我们怒犯了天条 天怒人怨 那这个就是上家亡国 那在这里 所以士君就作为臣子的侍奉君长 要有正当性 要有义 君臣有义 应对进退要有礼 要守礼 所以有这个义有这个礼 那这就是一个安邦定国之本 言则非先王之道者 如果所说的话 也都不合乎先王所传留下来这个大道 圣贤大道 那就整个无义无礼无道 那就会整个社会属于杂乱 乱糟糟的 故约 所以最后就是说 责难于君位之功 真正的恭敬 就是会希望辅助君长能够难行能行 行什么 行先王之道 成善辟邪 能够多讲述善良的事迹 去防止这个邪非的念头 这就是真正对君长的恭敬 那如果认为说 我们君长不行啦 做不到啦 不能学姚舜啦 学圣贤啦 那这就是贼啦 就贼害菊金 好像人皆可以摇顺 结果我们认为君长做不到 这等于贼取君啦 所以真正的恭敬 就会能够责难于君 能够帮助君长去承善辟邪 这贼难于君 就是对于君长的功 承善辟邪对于君长的敬 如果觉得君长他做不到 那就是贼其君择也 好 那么 这里 我们解译这里再来总结一下 孟子说 古人梨楼有非常明亮的眼力 公书子鲁班 有非常灵巧的技术 但如果不使用圆规和驱词 也不能画出准确的方形跟圆形 诗矿有听觉敏锐的耳力 如果不依据六律的这个音力 也不能较正语音 所以拥有谣顺的道理 如果不施行人证 也不能使天下太平 现在有些国君 虽然有人爱的心和爱民的 这样的名誉 可是恩责却无法广批于人民 也不能作为后制取法的榜样 那就是因为不能施行 古代圣王的人证 所以说仅有善心而无人证 不足以治理国家 即有人证而无没有善心 人证也不会自动的施行 诗经上说没有过失 也不要遗忘了 一切都必须遵守古代圣王的典章法度 遵循古代圣王的法度 却造成过失的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是对古圣王之法的推崇 古代的圣人已经用尽了眼力 又用上圆规屈齿 还有一些水准器具神墨等等 拿这些工具来画方圆平纸等各种线条 就能够运用无穷了 已经用尽了耳力 又用定声音清浊高下的六律六理来校正五音 那就会应用无穷了 也已经用尽了心思 又用不忍使人民受害的人证 那他们的人恩就遍布天下后世了 所以说要足起高台 一定要凭借本来地势就突起的丘陵 要挖掘生死 也一定凭借本来地势就低线的穿折 治理国家如果不凭借古代圣王的法度 这样能说得上是明智吗 说不上 因此只有心存仁爱的人 才适合处于领导地位 假使没有人心却高居上位 这就是把他的祸害 传播到天下百姓的身上了 上位者不拿正道来度量寺理 下位者就没有法度可以遵守 若朝廷里的大臣不信服异礼 地方上不官不信服国家的法度 官员触犯道义 人民触犯刑法 这样的国家能够保存下来 那也是一种侥幸 所以说城墙不坚固 军备不充足 这并不是国家的灾患 田野没有开辟 物质没有寄局 这也不是国家的祸害 但是当上位的国君不明礼义 下位的臣子不学习法度 乱民就趁机兴起 这样国家灭亡就不远了 诗经上说 天下正逢祸患动乱 不要如此一派胡言 所谓意义就同我们现在所说的踏踏一样 就是喜欢胡说的意思 现在做官的人 侍奉国君没有道义 进退之间不讲理 开口就诋毁古代圣王的大道 也就是所谓妄家议论 所以说君子要求国君 做国君认为难行 但符合正道的事情 希望他成为遥顺 这才算公顺国君 向国君陈述古代圣王的善道 避设他不正的邪心 这才算是尊敬国君 如果推说 我的国君不能行仁政 根本也不去劝劝他 这样就算是在责害国君 我们再探讨一下 这一章 论当国治国的人 应当要实行古圣先王的人政王道 第一大段 从离楼之明到土法不能以自行 讲赐国不能没有法度 第二段 从不谦不忘到可谓智乎 讲法度不可以不遵守 第三大段 从事以为人者到善无日也 讲国君不可以不遵行离法正道 第四大段讲 天之方觉到无今不能为之贼 讲臣子不可以不辅成国君 来遵行法度 孟子在其他篇章里 论政治的重点 大多都在诚心上面来阐释 只有这一章重视法度的 跟我们强调法度的重要 因为当时的诸侯亲世过去的景田制度 也不重视礼乐教化的缘故 这一章先王之道先王之法连提了四次 这也就是重点 精神眼目之所在 论子论先王治理天下 有心法更有法治 因此 折求并期望战国的君臣能够重视法度 不要自尊自逝 离楼要重规矩 司矿要重六律 遥顺要重仁政 从区域到治天下的法度 这是一贯的 人政是政治的法度 虽然遥顺有爱天下的大道 如果不实行教养的人政 心法靠什么来施行呢 不能让百姓保全生命 回复天性 那又如何来平治天下呢 战国的君臣 怎么可以废除先王的法度呢 在呼吁要重视法度 心法与治法要兼备 人政要根据人心 而人心更应当要发挥出来 实践出来推行人政 否则 人民也得不到真正的教养的恩责 遵行先王人政的法度 而有过错不能平治天下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遵行先王法度没有过错 更要明白古圣先王立法推行天下 利益无穷 圣人立定三种法度 规矩准神的法度 六律的法度 还有礼乐教养的法度 当国的人可以不知道吗 又可以不遵行吗 不可以的 不仁不义的国君不知道 那也做不到 能力越高危害越大 国君不官人民都背里犯意 无道癸无法守 不信道不信度 犯意犯行 有这六件事 那国家就一定会灭亡 行人政平治天下 不只是国君的责任 辅治大臣也有责任 成道有三怕 没道义只会逢迎 没有修身只会附和 批判先王的人政 成道也有三难 期望国君成为尧顺 这才是公顺 陈述善道 必设国君不正的邪念 这才是尊敬 要尽忠义而责求劝贱 责难成善劝贱 这是臣子的责任 好 那先王之道 我们介绍到这里 再来 规矩方圆 孟子曰 规矩方圆之至也 圣人仑伦之至也 欲为君尽道 欲为臣尽尘道 二者皆法谣顺而已矣 不以孙之所以誓遥誓君 不以敬其君则也 不以遥之所以至名至名 贼其名则也 孔子曰 道二人与不仁而已矣 抱其名胜 则身是国王 不胜则身为国穴 名字曰 幽利 虽孝子慈孙百事不能改也 师云阴见不远 在下后之事 慈之未也 一路来 就是在讲述规矩方圆的重要了 我们在探讨佛规礼节 一个人要谨守佛规 要持守好戒律 就好像靠着规矩 那么应对进退 做人处事就能够方圆得宜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 这个规 云规跟方举 这是方圆的极致 就任何的画方 画圆 就是从规矩上衍生出来的 那么圣人也是人伦之至也 人的伦常道理 人达到了极致 就达到了一个圣人的这种人品 所以欲为君就进君道 做什么像什么 数未而行 为君 那君就名副其实 把这个做君主的君王的道 给他进到圆满 数未而行 那欲为臣 就进臣道 作为臣子的 数未而行 把臣子的本分 把臣子阴行的道理 把它进好 二者皆法尧顺而已 其实从古圣先贤 尧顺的身上 我们就看到君臣之道的一个表率 效法尧顺 不以顺之所以誓尧是君 不尽其君者也 顺帝当时是尧帝的臣民 顺帝是怎么样来侍奉姚帝的呢 他尽心尽责 他成命办事 这个过程当中点点滴滴 可以说跟姚帝做了最好的配合 那么这份尽心是奉姚帝 也职为后世为臣者来效法学习 所以如果不用像顺帝这样尽心 侍奉姚帝的态度 来侍奉我们的君长 那就是不敬我们的君长 顺帝侍奉姚帝 顺世姚呢 可以说是把一个臣道进到极致的 臣进君的一个态度 发挥的灵意尽致 那姚帝治理天下百姓呢 他这种爱民这种仁政 也是达到一个淋漓尽致 所以如果我们是为上位者 为君者 在治理百姓 如果没有用姚帝那种仁政爱民的态度 来治理百姓的话 那就是贼害百姓了 孔子曰 道二人与不仁而一以 孔子把这道理归纳的很简单 也就是治国理政的道理 要么就是行人政 要么就是不仁之政 那我们把它拉到 所谓的格物自治成义真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治国理政的道理 跟正心修身的道理都是一贯的 我们是以仁德存心 还是不以仁德存心呢 仁的意思也就是天理良心 我们是用天理良心在做人处事 还是违背天理良心在做人处事呢 他就是要么合道 要么不合道 仁者用天理良心就是顺道者仓 不仁者就是违背天理良心 就是逆道者亡 这个兴衰也就在这个存心上面 可以看出来 那么不仁 不用天理良心 就用不行人政的话 那就会暴虐百姓 暴虐百姓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带来的结果就是身世国王 出乎而者会反乎而者 你对老百姓残暴 老百姓将来也会反事 就会杀死残害他们的人毒夫 造成国家的灭亡 如果暴其名不胜 就是虽然残暴对待百姓 但是没有严重到身世国王的程度 那也会带来身为国穴的结果 也会因为对待保姓还是暴虐 虽然没有暴虐到非常的过分 但是这个暴虐也会惹起天怒人怨 最后也会带来自己身家性命的危害 也会对国家这种安定产生一个伤害 历史上这些君王过世 那么皇帝过世后来会留下嗜好 这个嗜好本身譬如说优历 周优王 周历王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嗜好 这个嗜好代表他们在世的时候 残暴来对待百姓 虽孝子慈孙百事不能改也 留下这样一个不好的嗜好 这样的恶民 即使后代也出了孝子慈孙 那经过百事这么长久 就好像周优王 周历王 离我们现在也可能接近三千年 那么三千年前 这个恶民还是在这里流传 我们还是在谈他们暴虐百姓的事迹 所以百事之后也不能更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们也要爱惜羽毛 我们不希望留下一个恶民在人间 希望能够留下好的名声 最后就这总结引用了诗经一段话 阴见不远在夏后之世 我们知道三代就是夏商周 夏朝末代皇帝叫夏杰 夏杰暴念无道 因此被推翻了 这个商汤建立的商朝 那商朝刚刚开国建立 他是在周朝末代夏杰暴君之后 那么为什么夏杰会让夏朝最后 带来灭亡的结果呢 就是他的暴虐无道 这个对于殷商刚刚开始的一个朝代 也告诫后代子孙以夏朝后面的末代皇帝 夏杰的暴虐无道作为借鉴 因见不远 这个作为夏朝以后的朝代 因商的子子孙孙 要以夏杰作为借鉴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每一个人在想 我们想一想 我们要么就是好的作为 成为人家的好的榜样 要么就是我们不好的作为 变成人家作为借鉴 借鉴 那请问 我们希望成为榜样还是成为借鉴呢 相信所有人都不希望成为一个反面教材 给人家作为借鉴 希望都成为一个好的榜样 给人家作为依循参考 好 我们解义在这里探讨一下 孟子说 原归何取此 是画原和画方的最高的标准 那圣人这也是作为人的最高的典范 要做国君就应当进国君之道 要做臣子也是要进好臣子之道 这两者都是效法尧顺就行了 不用顺侍奉摇的方式来侍奉国君 这就是不敬重自己的国君 不用摇地治理百姓的方式来治理人民 这就是残害自己的人民 孔子曾经说过 治理国家的方式就只有两种了 要么就是行人政 要么就是不行人政而已 假使国君太过残害自己的百姓 那他自身结果就会被人民百姓所杀死 国家也会被人所灭亡 即使不太过分 也会带来自家身家性命遭受危险 而国家也会削弱 死后还要给他一个像优利那样恶劣的嗜好 虽后是有孝顺父祖的子孙 但是经过一百代也不能改掉这个恶名 诗经上说 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 就在暴君下节列明亡国之时 就是一个后代子孙的借鉴 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探讨一下 这一章讲述的是君臣大道 以人民为主 前部就是要人效法遥顺的人证 后部就是要人借鉴幽利的不人道 文艺虽然君臣并论 最后还是侧重在君道 孟子勉力战国的君臣 能够效法遥顺来进人道 说天下事物都有中正不便的原则 像制作器具的人要取用原规 而五轮大道要推尊圣人 典范是不可以加减的 要作为依循的标准 人伦的贵贱清书等差常变 只有生之安行的圣人 是最精纯最完善的 能合同天理人情的圆满 天下有谁能够离开伦理的法则呢 想要完善人道伦理的人 不可以不知道取法效法圣人 五轮常道最大就是君臣 君臣有义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姓 以君臣为第一 那么圣人最盛名的是遥顺 想要无愧君道成道 只要效法遥顺就可以了 孔子说天下的道路只有两条 要么效法遥顺君臣的人道 那就满分了 不效法遥顺君道傲慢而成道伤民 这就是不仁 不仁的祸害太大了 大到杀身亡国 又百事恶民不能翻身 人想要当个人 也要效法遥顺 至天子与庶人 这个道理一贯相通 正心修身与治国平天下 是一贯的道理 遥顺就是行仁爱 把这个仁心发扬 推行仁政 不效法遥顺 那就是不仁 就是暴虐 这里面没有中立的地步了 要么人 要么不仁 那么为害天下的人 天下结果也来为害他 就是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当时就会带来杀身亡国的恶报 后来也会带来一错万年的结果 远见亡谷 近见东西 当国的人可以知道借鉴了 好 我们最后还有一章 人得天下 孟子曰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思天下也以不仁 国之所以备心存亡者亦然 各位前面大家想一想 人就是天理 就是良心 就是道 那三代 夏商周三代 能够得天下就是开国的这些君王 他有这个人心 人得 人正 那后来夏商周 夏商周三代 最后失去天下也是以不仁 当然孟子所处还是周朝 周朝但是他也经历过 从西周到东周 也就是历史 以死为境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境可以明得失 从历史作为借鉴 我们看到的就是人与不仁 人得天下 不仁会失天下 这个用在通俗的道理就是 顺道者仓 逆道者亡 国之所以备心存亡 国家的兴衰存亡 都跟合不合道 有没有行仁正 用仁心 有这个仁德 很有关系 后面就讲到了 自天子以至于数人 也都要行仁 天子如果不仁的话 天子就是最高的领导人 如果不行仁正的话 那么不足以保四海 四海就是天下 不能保守住天下 那诸侯 诸侯有国 诸侯如果不仁的话 那就不能保护住 保守住他的设计 设计就是他的国家 那么清大夫如果不仁 不足以不保宗庙 宗庙也就是他的家 所以能够有人他守得住 如果不仁他就会守不住 那四树人最基层的普通的百姓 如果不仁不保四体 四体就是这个身体 这个身家性命 我们四体就是这个身体四肢 如果不仁的话 这个生命都保护不了 那最后告诉我们 孟子很善巧的告诉我们 人的颠倒就是这样 大家活着都厌恶死亡 但是却乐不仁 行不仁之事呢 乐于去做不仁德的事情呢 就是自取灭亡 我们明明厌恶死亡 却喜欢去做不仁德 违背天理良心的事情 来自取灭亡 这不是很颠倒了吗 这个颠倒就好像 一个人讨厌喝醉的这种状态 却又喜欢去喝酒 明明知道喝酒的结果 就会带来喝醉的一个 这种不好的一个结果 那厌恶最后的那个样子 却很喜欢去喝酒 这我是不是一直矛盾呢 所以人会如何 不仁会如何 自天子以素人 都有他的这种呈现 那么也就是自天子以素人 意思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就是克己复利天下归人 能够归人的话 那么安邦定国 那么还有就是让我们 身修国制 然后天下品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解义的说明 孟子说 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到天下 那是由于这个开创者的仁德 后来撕掉了天下 也是后来的不仁德 没有仁德 所以撕天下 所以天下的衰败和兴盛 存在跟灭亡 是有他的道理的 原因也就在于人与不仁 那么天子没有仁德 就不能够保有天下 诸侯没有仁德 也不能保有国土 公亲大夫没有仁德 不能保全祖宗的祠堂 世人平民百姓没有仁德 也不能保全个人的身家性命 如今看到有一些人厌恶死亡 但却又乐于去做残暴不仁的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颠倒众生 众生颠倒 就好比生物喝醉的丑态 却偏要去饮酒一样 各位前前 我们读到这里 是不是可以自我反省一下 我们天性上崇尚真善美 真善美 那用着天理良心 那就是至真至善至美 但是我们天性上自然厌恶假恶丑 我们远离的良心本性 那就会带来虚假邪恶丑陋的结果 又喜欢真善美 所做的却又是假恶丑的 这些违背天理良心的事情 这不就是一种颠倒吗 各位前面这里也发人深省 云云众生 为什么讲佛家讲颠倒的众生 就是你所做的跟你所期望的是相反的 大家希望国家社会长治久安 但是依循的正道天理 就会带来长治久安的结果 都希望追求人生的一个真善美 幸福的人生 但是所做的却带来的是灾难不幸的这种恶因 又怎么会有这个美好的结果呢 这都发人深省 其实说到这里也会有一种 由我做福自己求 要自求多福的这种结论 就是仁德大家都具足 只要去发扬仁德 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 不管你身在怎么样位置 都会带来生命美好的结果 我们再做一个总结探讨 这一章警戒不仁德的人 虽然从天下讲起 最后说到了庶人 治天子以至于庶人 但还是以国君为主 点醒当国的人 这个闫目所在 这个关键就三个字 勿死亡 大家厌恶死亡的这个结果 不管是国家设计 还是身家性命 当然人有生必有死 只是这个死 他也有一个自然而然 也有一种不自然 非自然的死亡 那么非自然死亡 等于自己造的 这个自作孽不可活 孟子针对当代诸侯讲话 就从三代讲起 夏商周三代 不仁的下场就是死亡的惨祸 以死为性可以知心替 历史上班班可考 这些历代的 这些圣王的时期 还是这些暴君的结果 都可以让我们作为 作为学习的榜样 跟作为借敬的提醒 这一章又说到了人的尸体全背 人跟禽兽有不同的地方 其实外形差不多 这个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 差别在差别人的人心 这种人的良心 他是完备的 人是心上的天良 也就是天理良心 那就好像是果核当中的人 一粒种子它种在土里 会生根发芽成长灼壮 长成大树 那么这一粒种子 它就具有这种 长成大树的一个潜能 关键在于果仁 种子里面有人 如果这个种子里面的果仁坏了以后 那它也长不出来 它也无法生根发芽成长灼壮 所以那个果仁坏了就没有了生命的积蓄了 那就是死亡了 所以体会到果仁 它不能够让这个果仁的人心坏掉 坏了以后这个生机就没有了 那么人来讲 人的生命所谓可贵就是人有这个人的本性 我们如果让这个人的本性丧失 那人之所以为人的尊贵 人可以跟天地相匹配的尊贵就没有了 这也是上帝的灵光 所以人只要不仁 那连尸体都难以保全 尸体都保不住 那何能保全天下国家呢 一个人能够拥有天下国家 就是因为他的人德 诸以保护天下国家 不是上天故意要教众宠爱他 叫他放纵野心私欲 去散播细菌 散播这种毒素 他既不能爱天下 反而来危害天下 那为这个就是不与偿 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 就唯命不与偿 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 所以本来上天赋予他治理天下国家 这样的一个使命重则 那就是要他好好的保护好天下国家 治理好天下国家 那当然要仁爱天下百姓 结果没有发规 没有仁爱天下百姓 反而残害天下百姓 那么上天怎么能够让他继续来治理天下国家 这个使命因缘就会转了 就会带来的他自身的灭亡 灭国亡生 虽然道理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谓的明明白白一条路 但是有没有看到 云云众生千千万万不肯行 我们要想个人的生命解脱 个人达到人生的真善美的境地 很简单 就是顺应天理良心 就是一理而行 就是顺道则仓 那么除非大家想要带来假恶仇的结果 再来一个灭国亡生的结果 否则就很简单 依着良心天理来做就对了 可是无奈人人厌恶死亡 偏偏不行仁义 而聪明才智的人更是以不仁为乐 自作聪明 人到达以不仁为乐 那就叫做上尽天良 那没有护佛的希望 这样的人生 叫做可怜可悲又可叹 我们虽然是普通百姓 但是透过正心修身 可以达到自己人生真善美的结果 孟子讲的主要对诸侯这些国君 劝他们来行先王之道 来推行仁政 但这个道理一贯相通 用在个人的正心修身 一样都非常的实用 后写题位有限 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不圆满的地方还请求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各位前嫌